好笨蛋 好笨蛋 老板 怎么是你在这儿 郝聪明呢 老板 你忘了吗 遥光真心的发布会议结束 郝小姐就回美克拉美了 我记得 我记得 我就是说啊 这个工位战士不用收拾出来 因为郝小姐 随时可能回来工作 这件事情你也已经嘱咐过了 工位的一切都按 郝小姐离开时候的样子 不准移动 对 我最近啊 工作太多 有点累 那你继续工作吧 威尔达 老板最近是怎么了 好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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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儿时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这么多短线啊 这么多短线啊 迟墨 你跟郑宝珠订婚了 不是啊 不是啊 我不是拒绝他了吧 什么时候事 迟墨 迟墨 你真能跟 你 怎么办啊 你跟郑宝珠订婚 你我的身体 跟郑宝珠订婚大哥 聪明怎么办 你没有想过啊 我来跟聪明解释一下 我就是迟墨 迟墨就是我 迟墨你告诉我 我怎么跟郑宝珠订婚 我怎么跟郑宝解释啊 来啦 我 我警告过你呢 你是我情敌 我剑一次打一次 情敌 我是你情敌 你几个意思你 我不配看你情敌吗 我是聪明青梅竹马的未婚妇 好了好了 别闹了啊 我找聪明一点事 让开 你的 聪明 这是 迟墨还是聪小孝 不是 这不是说好公平竞争的吗 这聪明每次都拽他不断我 是怎么回事啊 哥们儿 哥们儿 你得承认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 我去 我 齐墨 你玩够了没啊 我不是齐墨 我是宋晓晓 你那天装宋晓晓的时候 就已经被我发现了 我好不容易才没有那么想宋晓晓了 我拜托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 这样子来整我 不然我永远都忘不掉宋晓晓的 你为什么要忘掉我啊 我一直是好笨蛋的宋晓晓啊 你这有什么 好笨蛋啊 真的是晓晓 我真的是晓晓 如假包换 那你告诉我 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跟我说了什么 我叫宋晓晓 记住我的名字 你真的是晓晓 你真的是晓晓 我真的是晓晓 晓晓 我真的好想你啊 晓晓 我真的好久好久都没有见到你了 不是 回来了吗 晓晓